金刚经可以说是许多佛教徒日常早晚客颂最常用的经典之一 金刚经在中国文化中金刚经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经典 千余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在研究金刚经 那墨学呢 在金刚经里面有所体会的就是 有人说金刚经它是空 但是我所体会的是金刚经是从有入空 从有的实践而达到不执着的空 因为须菩提当初问佛陀说 佛就说 要如何降伏其心 就是我因灭度一切众生 到最后而无有一众生使灭度者 那我们从简单的这个 比较白话来讲就是说 我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很多众生帮助到 我都没有帮助的对象 就是三轮体空 所以这个是从有当中去实践 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或许我们会执着有一个帮助的对象 我是帮助者 我帮助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都还是在 我们凡夫往往都在这个像当中 会去停留 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别的一部 它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一切宗教 但也包含一切宗教 念诵金刚经是因为金刚经而得到感应 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的 此方新闻王天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